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三轮 北京国安迎战大连人的比赛 北京国安今天作为我们说治愈车上的主队 上不场比赛身着绿色球衣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大连人作为客队 蓝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本场比赛是由功累之道 队拳甲共同为您带来技术评数 对不对是第一道 侯森这个球打到了 但是才面应该是以空中 是不是已经出了底线 这个球 就是两个最边路球员落得更深 落得很 位置跟后方线占平的话 他就形容人家 4加2就是6后位的方式底线 是的 刚才这下张宇宁 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整门 但是这个球或多或少显得有一些勉强 后点 抢到了 这个球力压了金太炎 我们说金太炎 他的身高确实不太高 孙国文 这要换成王刚在这个位置 可能身高上就不处于劣势了 你看现在没有退到四周后 方线三区这 你看现在往回退了 两个大来队在边 最边路权正在往回退 这行为6个后位 原来你看就是咱所担心的 干脆差点发生 国安事员在自己后场 他拿球是处理球 在后场要减少 事物要提高成功率 最后这角色门也比较勉强 我们说刚才这反击 你看这两个人 山欢欢和宋顾文 这要换成什么 换成上赛季的龙东和拉尔森 别拉 人太多了 哇 真是并脚啊 进去 看张雨宁能不能传起来 高天一 顶反脚 有想法这个球 但是没有顶好 力量没有顶好 能不能给出来 有打手上的嫌疑 机会来了 又高的意 我们说如果给国安 做一个这种 我们说具体的这种债术分析 或者说详细的跑动数据图 明显在左路的会多很多 但是这个球有一些误打误撞 弹过来 有一些运气成分 巴卡布又来了 这个是前面看可以突破的 有空间 巴卡布看左边套了 这个球给的不好 想找张雨宁 因为国安上赛季的时候 重新有这个球是吴伟 对别拉的犯规 我们先看场上这块 双方起了矛盾了 刚才这次犯规呢 应该说 吴伟对别拉这下呢 上的还是比较 这个力量相对比较大 别拉有可能会受伤 所以国安队员们也非常不满 妥协 还是把这两个人 都一起派上场 他们两个在场上 确实能产生比较强的这种 化学的这种作用 我们看主菜板 梁仓卫也是在警告 无畏 就虽然你这次呢 不够成黄牌 但是说 你已经连续两次对他犯规了 给你计刺住 你下次相信再对他 这种犯规呢 可能菜板就要给牌了 势体也好 但是大连人这边呢 他现在呢 是轻松伤害 也知道这场比赛 他做好的各方面 准备 赵群日 赵群日好球啊 小黄牌机会来了 这个球有没有点球 才比较没有判 当然这个球 我们说小黄牌 虽然没有处理好 但是赵群日 给的这一项 真漂亮 我这样站出意识来说 从个人的想法来说呢 还是我觉得 具备于优越前空的素质 好球啊 传出来 好球啊这球 国安我们说 上半场为数不多的 在优路打成了这次进攻 巴卡布这球呢 有点窝心球 是 比可这边 上半场比赛 还没结束 我这就要换人吗 这是 哎呦 别拉受伤了 刚才那一下 影响还是比较大 这对国安而影响 我们说这两大核心 奥古斯托没回来 别拉再踢不了 这国安这个进攻 出大问题了 打到了采贝安的腿上 但是比赛仍然在进行 那李磊的传终质量 好球啊 这球有想法 巴卡布这球 选择了一个后脚跟 但是没有打正球门 非常有威胁 我们是希望 我们说 张华指导 我们一路走好 天堂也有足球相反 这也是非常 比赛当中非常温情的 张玉宁 张玉宁拉到了左边 看张玉宁的传终质量 有想法 好球来了 张希哲 张希哲 来到了别拉的位置之后 我们看张希哲这脚 明显是一个发现 这上场比赛 我们说这个比利奇 一直在压着张玉宁 没有让张玉宁 看没有让张希哲打 这这场比赛 进球之后 张希哲也是完全 这种情绪 抒发了出来 而且这个球 我们说张玉宁 传的是真漂亮 一个一瓶球 有点那种倒三角的意思 这个球应该是 这个角度看不像约位 那是就很致命 又来了张玉宁 还是在左边 刚才这个位置 张玉宁 好球 看李磊的传终质量 又来了 2比0 左路 又是张希哲 没开二度 我们说张希哲 以后张希哲跟比利奇说 看见没有 把我固定在 这个位置就好了 此刻呢 我们说相信 在十分钟之前 球迷还是 无比怀念别拉 觉得别拉不该受伤 这时候我们说 张希哲此刻呢 替代了别拉的作用 而且比别拉发挥的 还要好 你看那些 倒三角传回来 李可 漂亮 这个球就是我 此前刚才就是讲的 这种倒三角传球 你传这种地平球 它直接迎上就可以打 张玉宁 看他这个球 虽然传得很准 但是说 我们说一定程度上 还是不太讲究 这个球 你传这种半高球 李可还得 停一下之后再打 没有那么连贯 这种倒三角传球 如果能传低平球 一定要传这种低平球 后边上来的队员 他好处理 这让他打到左边一位 我明显能感觉到 他或多或少踢的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别扭 就拿球之后呢 这种队员 他不由自主的 就向中路靠 看他一会儿登场 在前场会换下谁 我对他犯规 赵旭就是这样 比他踢 其实蛮拼的 赵旭这个球 确实我们说 跳起来应该是 登到了高天翼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 其实前两场比赛 为什么只有一个进球 包括何赛 还提到了 参加发布会 还提到了 就是球队进攻有问题 刚才这下 同类又是吃了一张 黄牌对仓景 同类这是第二张黄牌了 这张黄牌应该说 确实球出去之后呢 和刚才那个 其实有点 有点一举同工之妙 刚才这个 和赤中国这下 不太冷静了 但是同类这时候 你说你得知道 你自己身上有一张黄牌 而且这个位置 我们说 离得毕竟还比较远 还在中场这个位置 和赤这时候 0比2落后 又少了一个 而且关键是 你这同类打不了 对下场比赛还有影响 这个球 我们说 进去这种解围 它有可能就 真的是不小心 有的时候 这个投球 我们说 要自己去看了 自己看 可能就会有改 这个判罚的可能性 跟你伸起来之后 这个叶窝的部分 这也是一个 我们说现在 对于裁判而言 也是一个大难题 我们说这个 好像没有判 这比赛继续进行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我们客观的说 显得格外吃力一些 这时候 主裁判 梁太伟 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依靠 张希哲的 下半场的梅卡尔度 北京官 终于迎来了 本赛季的首胜 同时也送给了 三连队的三连队